Hello 大家好 我是Laisis 不知大家平时喜欢怎样做猪扒来吃呢 在香港最常的做法就是洋葱猪扒和椒盐猪扒 而我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道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猪扒做法 那就是用苹果 葡萄干 还有一些葡萄酒来会猪扒 我觉得这种做法搭配起来味道非常清新又好吃 我介绍一下材料 这里有猪扒两件 苹果一个和半碗用葡萄酒正泡过一碗的葡萄干 另外腌猪扒的调味料有蒜头两粒 胡椒粉一茶匙 油两茶匙 盐半茶匙 还有鸟抽酱油一汤匙左右 我们首先把蒜头切碎 再把猪排用刀背像这样子 把它拍松 待拍松之后 我们再把猪排的边缘位置剪两到三个口 这样一会煎的时候就不会卷起来了 接着我们把各样调味料混合在一起 再把它们用来腌猪排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 现在猪排已经腌到入味了 我们烧热少许油 把猪排放进去 把它煎一煎 煎到大约两面都有七成熟的时候 就把它们先盛起备用 接着再把切成小粒粒的苹果粒放进去 把它们炒一炒 然后加入少许水 将苹果肉煮至软身 待苹果果肉煮软一些后 我们再把葡萄干还有正泡葡萄干的酒 把它们一拼倒进去 并且这时把猪排也加进去一起焖煮 我们用慢火把猪排煮至全熟 这样这道美味的苹果葡萄干焗猪排就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道猪排菜式如果你不喜欢有酒味 或者嫌麻烦用酒正泡葡萄干的话 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你可以只用苹果粒来焗猪排 也很好吃 你们一定要做来试试 这是我的个人真心推荐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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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